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许云 我现在在山西省新州市宁武县 一个叫阳房口镇的地方 这是一个很大的煤矿 现在是下午的5点钟 今天特别特别冷 本来今天打算从燕门关出发 翻过恒山去带县的 但是看了一下地图 从宁武这边往西边去黄河 边上好像更近一些 所以我就走宁武方向来 但是没想到今天特别冷 然后一直刮西风 北方的朋友肯定知道 冬天刮风的时候多冷 朔风如刀啊 看了一下天气一暴 今天晚上要到零下28度 而且还有风 因为这里是一个很大的煤矿 所以车特别多 今天骑行过来手脚都冻麻了 所以刚才已经在这边 找了个饭店吃过饭了 在饭店里面坐了20分钟 手脚终于暖和过来了 我买了一些吃的喝的 现在打算到这个周边去找一个露营地 今天晚上一定要找个能挡风的 在煤矿周边转了一圈 也没看到合适的露营地 想了想干脆住个宾馆吧 反正这边住宿也不贵 一进房间 简直是从地狱来到了天堂啊 太暖和了 这是有地暖的 哎呀 这个洋方口煤矿看起来好大 一晚上98块钱有地暖 然后有热水可以洗澡 今天一刮风真的挺冷的 看我戴的这个防寒的头套 都冻住了 其实零下20度不算冷 就是刮风受不了 在北方刮不刮风区别真的很大的 刮风的话 零下20度就像零下30度一样冷 又是新的一天 有暖气的宾馆睡得真舒缓 昨天应该就是这一个月最冷的一天吧 看一下天气预报 后面几天气温都会有走后睡 零五线下面是静乐线 到那里呢就能拿上我的后睡袋了 我现在带的退袋比较薄 但是每次住了一天宾馆以后 第二天起来关节都会很胀痛 因为长期在低温条件下 在户外活动嘛 其实对身体健康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收拾好装备 到洋房口煤矿吃个饭再走 下面是一条冰封的河流 不过看那里啊 冰下面还是有水流动的 山上有一段夯土长城 长城从叶门关那边一直延伸过来 今天的早饭加午饭 一个香干肉丝盖饭 然后要了一笼小笼包 突然有点想吃内蒙的羊油烧麦了 但是过了大同一会就就看不到有卖内蒙小麦的 这几天吹了点冷风 这几天吹了点冷风 稍微有点 稍微有点 烧饭的就出发了 在修路还得走断土路 不过我这辆战车走这种沙土路的话 稳得很 我的天 尘土飞扬 这里的冬季是非常干燥的 到宁武县了 这是一个山沟里面的小县城 明代的时候 燕门关宁武关以及黄河边的偏头关 他们是内长城上三个重要的关口 外山关 我本来以为这里也有一个像燕门关那样 比较雄伟的防御公式的 但是到这里之后发现 就剩一座小小的关城了 宁武关的城楼 原来两边应该都是和城墙连接在一起的 我才发现这个宁武县 名字和我们老家武宁正好是反过来的 现在呢打算找个超市买点吃的喝的带上 就继续往南 往静乐县的方向起行了 今天就不在这个宁武县停留 找到了一个地下大超市 要买点米 然后要买瓶油 然后一会儿再出去找一个卖牛羊肉的店 买点牛肉或者是羊肉 这种超市它一般卖菜啊 它是没有那个一般不卖牛羊肉的 这是山楂吧 猕猴桃 柿子 再买点水果带上 但是不能买多 因为会冻坏 胡麻油 还从来没吃过胡麻油呢 胡麻是什么东西 买一瓶吧 这瓶一身 这大米啊都是10公斤5公斤一袋的 没有散称的 这种糯米呢不是煮饭吃的 小米 花生黄豆 还是拿一袋吧 5公斤 老四公斤 没有 没 你包着了什么 不是 我就是想炖着吃 那就别人吃了 你就帮我剁成几大块就行 买了条羊腿 一条羊腿四斤五两 114块钱 这么一算这里羊肉不贵啊 很划算 我们老家那边羊肉的话得四五十一斤 因为我们那儿养羊的少 而且山西北部 这里的羊肉也是非常好的 好了现在就可以出发了 哈哈这个车真好 今天就没有什么文物资计可以看得来 因为我现在是在一条非常长的山沟里面骑行 从旧广武城到这里啊 六七十公里 找一个好一点的路 然后把刚才买的羊肉顿了 路边又看到两个大房子 冬天也没有人在这住 不过这个不是废弃的 那边还有一个大房子 过去看一看 雪上没有人留下的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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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锐气一门 锐气一门 这里倒是能进去 不过话一说回来 晚上一个人住在这里面 还真有点怕 天一黑 拉煤的车就全出来了 这边隐约好像是有两个破房子 哦我的天哪 全是各种垃圾 就没有一间稍微干净一点的吗 我的天哪 这难道是个池塘吗 已经结冰了 冰看上去不是很厚啊 有点危险 这边还有一个 看这个布局啊 应该是以前的养牛厂 或者是养猪厂 这可能是一个废弃养牛厂 有很多房子 这边这几间房子 看起来要好一些 但是没看到门呢 我应该是在这边 厚厚的一层灰 一进屋啊就感觉比外面要暖和多了 今天运气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了今晚呢就住这里了啊 我去把自行车推过来 雪有点深 地上雪有点厚 一推车过去吧还不太软 里面有好几间房 里面有好几间房 这还有一张床 哦原来这是一个以前的盗班 我还以为是养牛厂的 看着衣服就知道了 这是那种盗班工人他们穿在外面的反光衣 这也有一间 我考虑一下今天晚上住哪一间 住这一间的话可以躺在床上 但是这里面收拾起来会有点麻烦 一进了屋子就感觉比外面好多了 冬天在户外有没有房子住 区别真的很大的 我现在呢把这里给清理一下 然后把帐篷搭起来吧 搭个帐篷会更暖和一些 屋子里面灰尘挺大的 我现在要把这些往一边移 然后把帐篷搭在这个位置 电上地步搭上帐篷 安顿好了 这就是今晚临时的家 有个房子会好很多 哪怕外面现在零下40度 在房子里面住 帐篷一搭 晚上睡觉都不会冷 门关不上 现在来做饭了 今天还是烧油炉吧 油没多少了 还有大概200毫升的样子 每个房子里面好多了 然后就要倒点油 在炉头的周边 油炉是需要预热的 油炉的原理呢 它就是通过预热 能让喷孔里面喷出来的油气化 然后把它点燃 它和气炉的对比 就是它不怎么会受到低温的影响 零下40度 零下50度都还是可以用的 水开始结冰了 先把锅洗一下 今天只吃羊肉 不煮饭了 先烧点温水 把那个羊肉里面的血水 给它泡出来 如果是在自己家里的话 用清水 泡一泡就可以去血沫了 但是现在天冷了 不行清水的话去不掉 它会结冰 一顿煮这么多 应该够了 哇还是有一股 比较大的那个膳胃的 去掉血沫之后 上高压锅炖 去掉血沫之后 上高压锅接着炖 在家里的话就不用上高压锅 只要是在户外天冷的 用锅炖的话 要炖好久 再来几片姜 再来两勺米酒 这大冷天的想吃个饭还真不容易啊 羊肉终于炖好了 再来热几个小馒头 来喝口羊肉汤 羊肉炖得非常烂 用小米辣 大蒜 还有那个烧头散料 调了一点蘸料 蘸着吃 还炖了一点萝卜 大口吃肉的感觉真不错 不过得吃快点 要不然一会就凉了 好 好 放了姜和米酒,炖出来一点膳味都没有,第一次焯水的时候那个膳味好浓烈, 我还以为,我还以为这次买到的羊肉,辛香味会比较大的,汤挺多的,喝不完,留点明天早上用来煮面。 这小馒头好香好软, 油炉的油快烧完了,不过我已经买了寄到前面的金乐县了,这里到金乐70公里,明天如果路好走的话,晚上就能倒来。 烤烤火,暖暖熟,然后一会儿就舒舒服服地睡觉了。 也挺奇怪的,我一到山西就正好碰上山西今年这么冷。 好像有一些地方的低温都破纪录了,破近几十年的纪录了,不过我现在是往南走,越往南会越温暖一些。 今天就是平平淡淡的一天,但是因为晚上找到了一个房子住,对我来说就很开心。 晚上有房子住,就不会冷了,可以舒舒服服地睡觉。 而且在室内住的话,比在外面搭帐篷会更有安全感。 哇,好病。 好了,关灯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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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